牙醫師這方面來講是好的 對病人來講呢 makes no difference between short and long implant 換句話說短的跟長的 implant 對病人來講 第一個 病人也不知道你到底值得多長 第二個 就他來講 即使我們剛剛給各位看到 是 molar 的咬合都可以承受 所以 why not go for short implant 好 我常碰到一個問題是 牙科的同學問我說 那如果你用比較短的 implant的話 它的 crown to ratio 我們來回來看 這個 root 的長度是 8.5 這個牙罐的長度很顯然是比 8.5 至少不屬於它 甚至比它多 它搞不好加進一公分 傳統的牙齒我們會認為說 好 要做一個 crown 要做一個 bridge 我們第一個考慮是 所謂 root 夠不夠牢固 root 夠不夠牢固 基本上的標準是什麼 看 surface area 所以有一個以前計算的標準就是說 至少要有 1 比 1 的比例 你才能夠做一個 single crown 至少要有一個 2 比 1 的比例 你才能做多少長度的 long span 的 bridge 所以在自然牙有這種的定律 到了直牙還有沒有這種定律 還有沒有說 你的 crown 跟 root 換句話 你的 crown 跟你這個 implant fixture 的長度 至少不能少於 1 比 1 甚至要比 1 比 1 比 1 還要多呢 長期的國外研究心得 跟我個人的臨床心得是 no 只要 8.5 你甚至上面做個 1.0 1.2 公分長度的 crown 而且在 molar area 都是 OK 的 因為 RCO integration RCO integration整合的能力 遠比這個 periodontal fiber 的連結能力 要來的強很多 所以在直牙的領域當中 基本上 muse with crown to ratio 這個問題的存在 OK 好 那我們來看這樣的一個 case 這是一個 50 幾歲的一個太太 她來的時候這個牙齒已經掉了 因為牙周病的關係 她說她希望治療好牙周病 然後能流牙齒進來流 那不能流牙齒 她希望拔了以後 她不希望再去磨好的牙齒 她希望能夠直接做 implant 她指的是這一顆牙齒 這個牙齒 Eventually 我們會要把它拔掉 你可以看到她 elongation 這麼多出來 所以在進行直牙跟假牙的治療前 第一步我們要做什麼呢 之前我們在網路學堂 有一個單元叫做所謂的 死因正波 牙周病的微創療法 就是免開刀治牙周 我們希望第一步要做的呢 今天病人上門來找我們做的治療 是希望能夠把缺牙補起來 能夠把不該流牙齒趕快拔掉 能夠執牙支起來 可是我們的重點反而順序是什麼呢 我們先把能流的牙齒的牙周 先給她治療好 所以通常我們的病人來的第一步 我們通常是如果有牙周問題 我們先治療牙周的問題 一定要在牙周的問題完全處理好了之後 沒有確定沒有牙周病菌感染的情況下 我們才會開始跟病人討論 所謂的執牙的治療 如果沒有做好這一步 就開始只要看到哪裡有足夠的牙床 哪裡有缺牙就開始吃牙 很可能到時候收拾不完的就是 就是肢體會失敗 為什麼 牙周病菌會感染牙齒 牙周病菌也有可能感染到肢體 所以在治療前的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先製造一個激進於沒有感染的環境 我們不敢講說無菌的環境 但是是一個基本上沒有什麼感染的口腔的環境 包括沒有periodontal infection 沒有所謂的endodontal infection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 所以我們經過兩個月的所謂scaling and root planting 各位可以看到什麼呢 第一個 這些原來腫的牙肉消腫了對不對 這些原來腫的牙肉消腫了 那原來這個被腫的牙肉覆蓋的牙根 腫的牙肉覆蓋的牙根 現在呢露出比較多的牙根 這是表示這個下面的結石被我們清除掉了 所以它原來腫的這些牙肉自然消腫 我長根病菌解釋好像海水退潮 露出你原來應該有的陸地就在這個地方 當初為什麼沒露出來 因為細菌卡在這邊造成它腫脹 所以它就覆蓋過去了 所以看到這樣的話 病菌刷來刷得很好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開始來準備 我們的所謂的implant的治療 所以這個牙齒是我們確定的不住 因為它剩下短短一點點的root 搖得非常厲害 所以我們把它拔掉 然後這個地方呢 是所謂的delayed implant placement 這個是immediate implant placement 我們怎麼做 我們把拔掉牙齒拔掉以後 我們先植入一個ficture在這裡面 你看我們盡量偏palette 我們現在離開buckle就有一個距離了 因為經驗告訴我們 你越偏向lingual 對我們的implant來講 對我們的restoration的aesthetic來講是越好 那為什麼我們要先做這個immediate implant呢 各位還記得這個牙齒很長 如果這個牙齒這麼長 你先去做這個 這個往往會擋到你的hand piece 所以我們會先處理這個地方 因為這樣的話等於把那個最大的阻撓 先把它拿掉了 把路上拿掉 你先處理好這個 你再來做這個就會比較容易 OK 所以這是一個immediate implant placement 這是一個所謂的punch method 也就是delayed implant placement 然後我們是扎一個punch 然後直接從這邊直進去 OK 這是在healing完整了以後 好 這是在initial 這個牙齒還在 拔掉直牙 punch直牙 這是final 如果各位仔細看的話 你可以看出這兩個的不一樣嗎 各位看得出來嗎 看不出來 當然看不出來 因為它沒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它兩個都是well integrated 都是骨整合非常完整的肢體 所以你不會看得出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不管你有什麼方法 只要照著應該有的程序一步步做 其實最後的骨整合 是會達到一樣的骨整合 它也會有一樣的成功率 今天為什麼會有很多人認為說 微創直牙會容易失敗 立即直牙會容易失敗 那是因為認為說看不到 有可能會鑽穿 有可能會什麼什麼的影響 所以如果這些都可以控制說的話 微創直牙跟傳統開刀直牙 會是有一樣的效果的 OK 需要暫停嗎 不用 好 這段你就切掉好了 那應該是下雨 不然就樓上在洗東西 那我們現在來看 在現在的話 所以我們越來 做越熟練的話 基本上各位可能看到很多是前壓的Case 因為前壓的話最需要的就是微創直牙 最需要的就是不要去動到它的Soft tissue 這位患者來的時候呢 它是一個Bridge 那這兩邊還有這個Budman 那中間就是Pontic 所以我們把這個Bridge拆掉 這個Bridge其實也不用怎麼拆 它一拿就拿掉了 這都已經鑄空了 這都已經鑄空了 中間是一個已經拔牙彎很久的一個Bridge 那我們跟病人解釋說 如果給它一個臨時的門面 可以的情況下 我們就是立即直牙 這牙齒就立即拔掉 就來直 這是Occlusal View 可以看到 這是在直牙當天的時候造的 好 我們把這個牙齒拔掉了 牙根拔掉了 然後有一個Socket在這邊 然後經由剛剛所講的一些的 探測它Socket的形狀 探測它T恤的厚度 然後確定沒有問題 抓好我們應該有的角度化 我們就先植入一個牙根 那直的時候 必須要在subcrestal 2-3mm 我們剛一再重複的解釋這一點 好 然後這邊呢 我們是用punch 因為它是一個delayed implant placement 所以我們用punch method 去扎一個小孔 然後直進去 然後剩下來這邊也是punch method 這邊也是immediate implant placement OK 四個直體就在拆掉假牙 拔掉牙根的時候 同時來處理 OK 這是initial 然後植入的直體 當然它旁邊後來還有其他牙齒做的處理 這是immediate implant placement punch punch immediate implant placement 你基本上看不到什麼太大不一樣 有一些crestal resorption 但是acceptable 一到兩個thread 所以經由punch 經由immediate implant punch punch 跟immediate implant 我們可以達到的效果是什麼 第一個縮短治療效果 你不用再等到傷口復原 第二個 病人最喜歡的是你看不到任何soft tissue有切過的痕跡 傷口復原會被吸收掉 所以做出來的話 就中間一個一個的黑洞 一個一個的黑洞 就會在這個地方 所以在可以不要動到手術刀片 可以不要用到針線去縫合的時候 我們盡量希望不要能夠做到這些 那我們再回頭看一下 這四個是implant 當然有長有短 你會發現immediate implant的話 會比delayed implant會來長一點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engage到它的apical bone 所以有時候必須要稍微長一點 除此之外 我們盡量就用3.75x8.5也就夠了 所以就外觀來看 看不出哪一個是長的implant 哪一個是短的implant 因為那個並不影響它的最後的效果 所以我們要的就是希望能夠達到ass integration 同時能夠達到美觀所謂的aesthetic效果 那punch呢 各位怎麼選擇呢 基本上3i有出它的所謂的punch 那我個人比較喜歡用disposable 因為用完就可以丟掉 那這個punch的話 它的這個圓周的直徑是多少 剛好是4mm 那因為我們種的都是所謂3.75 或者4mm一個直徑的直徑 所以4mm就剛剛好 讓我們可以放進我們直徑的大小 這樣子就夠用了 所以利用這個呢 在tissue上面扎一下 把它那片那個所謂的opriculin 一樣的一個軟組織的一個小蓋子 把它拿掉之後呢 我們就從punch這個孔洞裡面把它直進去 那這個東西的話 我剛剛講說 基本上還想說